大家看到我身邊這個就是傳說中的LX800 Pioneer 4K終極藍光機 終於有機會在家實試了 之前Pioneer那邊打給我 喂!800到了! 你身為500的用家 一定要試試它 所以其實只有很少時間 我們拿上手之後只有幾天的時間 所以這次我們就不開箱了 直接拿回家試試 本來我就打算不拍片 沒有時間了 但已經回來了 開一條片給大家感受一下現場的氣氛 PoMaba 現在我下面這部就是500 開箱文那些 開箱圖片 開箱照 開了機殼的照片 之前已經在公司拍了硬照 所以如果這個評測 或者是一個快速試 如果大家想看多些的話 記得留意我們的圖文review 現在就播機 換去試試究竟800 是否真的這麼厲害 讓大家看看 800和500的分別 外觀 她沒有看到 你會讓世界來到這裏 你會讓人站在這裏 剛才試過這個LX800 之前我都聽人說過 800很厲害 有一些朋友在日本某些媒體上 試過這部機 畫面和聲音都比500好 試完之後 其實我真的有點擔心 為什麼呢 因為聽說那部機 定價就不會像500那麼划算 剛才我試的時候 試了兩套電影 我最初看到覺得好像沒什麼分別 但是當它的煙花爆開的時候 環境的氣氛 跟之前500是有幾大的分別 我可以 整個賽車的過程都看完了 當然 之前500我會感覺到 空間是比較寬 即是說東西是沒有那麼近的 而且高音是相對比較尖 低音是沒有那麼圓滑的 但是東西都很精準 即是定位等等 全部都聽到空間的位置 但是剛才去到800的時候 那個聲音我覺得是 近了 而且有些聲音之前真的沒有聽過 它能夠出到給我聽 即是不是說那些跌錢的聲音 是一些完全沒有聽過的聲音 最明顯的我覺得是 那個GOLD SHIELD 一開始那段 鏡頭聽完 那個模擬的世界 然後 原來側近有一塊的LED波 它那裡會有一些聲音走出來 然後去到Skyland的背脊 那個畫面我就真的看得出分別了 它是 它完全發音HDR 可以在一個很暗的位置 而看到裡面的細節 而且整部電影的畫質 不是說漂亮了 或者是銳色了 那麼簡單 是看的東西是多了 好少好少可 是會有感覺看東西多了 今天呢 我就預備了這兩套電影 現在下午看了 大家知道 看電影晚上看才爽快 現在呢 我就連起這幾套電影 我今晚會再看 但是呢 這個影片的分享 就到這裡 之後呢 我就會專心跟大家 和大家用圖文的方法去分享 那希望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 知道伯伯是怎樣的 看看我的圖文review